其实你跟Derek很像 你也不是戏剧课班 好像也算理工科 对不对 对也是生物系 生物系 可是你在台湾的舞台剧场 很资深 然后你的声音 好多人都很熟悉 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 你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误入歧途嘛 我那时候最早是在义工队当兵 然后义工队当兵 之后就觉得 自己好像能唱能跳 就怀抱着一个明星梦 说我要当明星 试试了各大 比如说有在争演员 争歌手 争model 然后都有试着去面试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觉得说好了 我还是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因为其实那时候 还蛮流行 就是利用这样子的状态 去骗人 缴一笔费用 然后怎样怎样 演员训练班之类的 然后帮你拍美美的一组照片 就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 觉得说好了 那我还是好好找一份工作 因为毕竟你知道 父母还是有一些期望的 然后最后最后是在一个 那时候在景品地下铁的一个征选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就去了 那它就是一个音乐剧 然后之后从那个地方 当然是征选上 从那个地方开始 从群戏演员开始一路演上来 然后你说之声吗 其实也是一路在做 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背景 我没有戏剧背景 我没有音乐背景 这三个音乐剧演员 应该都要有的 东西我没有 我是运气好 有一个机缘 碰到这样子的开始 所以也必须自己去找一些老师 或是课 开始自己必须要加强自己 因为你演了之后 你发现说不行 你缺乏 所以就 在这个十年的时间 也是找到老师 舞蹈的 声音的 就自己去耕耘自己 当然机缘也很好 碰到一些鬼人 一些歌唱指导老师 或是碰到我现在的老板 叶天伦 然后碰到了Derek 制作这样子的戏 给我们演员不停的一些机会 去演出 去训练自己 所以我觉得是幸运的 其实文豪很谦虚 大家可能不晓得 文豪的声音 在很多的广告配音里面 是重要的角色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赚钱的公主 我们其实听到很多广告的配音 都是文豪的声音 其实大家不晓得 还有曾经你刚刚说 你演了很多吉米的音乐剧 蔡敏佑男主角 他的音乐老师 就是叶文豪 不要讲得这么严重 我们互相学习 蔡敏佑两个人说 没有啊 文豪在里面 你刚刚说了 你演的是一个 希腊雅族的第一勇士 是 会不会跟我们讲一下 你在戏里面的剧情 大概会是什么 就是我很讨厌这群荷兰人 我巴不得他们离开这片土地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 非常简单 就是打猎 捕鱼 养育我们的小孩 然后一代界的一代 这样传承下去 我觉得就够了 其实有点接近我现在 对于生活上面的一个追求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的生活可能有点太复杂 或是欲望这方面 我觉得回归这个简单的事情 是好的事情 那这位希腊雅族的勇士 不忘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他虽然认为 荷兰人带来很多先进的东西 好的东西 看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可是 他深深觉得其实不需要 对 我们就是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小孩 就是一直传承下去就好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以这样子的观念 但是后来接触到 里面的军官 里面的政府的女儿 等等的 他们发现说 其实他们的观念 也可以让我们 更能够让自己的视野 放开到整个全世界 然后这个东西 一点醒之后 其实这个角色不忘 他有一些改变 那在这个戏里面 我自己也很享受这个改变 因为本来根深蒂固 到最后有点动摇 有点怀疑 自己或是怀疑这片土地 到最后认同接受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非常过瘾的一个过程 文豪在里面有主题曲吗 我有 我有跟男主角合唱一首歌 我们就互相唱出对彼此的羡慕 以及希望成为对方 因为他是一个荷兰军官 他到处打仗 那身为第一勇士 他其实是非常向往 去世界各地的 去发现更多的东西 但是他被困在这样子的一个 小 我们说小岛上面 他其实很向往 他第一次说出 他这个向往 对于这个军官 他没想到这个军官其实 也是很羡慕他的 他可以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这么有归属的一个家里面 对他来说他四处漂泊 他一直在找寻一个家一个根 他没想到 但没想到 我其实就是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都拥有 彼此想要的东西 又或者说 其实我们每人的 的欲望或是想望 都是填补自己的不足 但是我没有发现 我们足的地方 就已经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 当我们都知道的 那一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 我觉得我们的男主角 这位荷兰军官 他是有很大的震撼 他想说原来其实 人的想望是这么简单 也是这么容易被填补 或者也许是 其实你有的东西 你去羡慕了别人 但其实你最大的幸福 在地上 其实已经有了 对 所以回去就要很感恩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男女朋友 我们要把握我们 身边有的东西 对 好 其实讲回来 我还蛮想要请两位 跟我们台台 你们觉得重返《热兰者》 这个剧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我想这一出剧的话 不只对我个人的 是一个很大的 跨腰的一大步 我最后发现说 其实它掀起了很多的议题 对台湾人来说的话 他可以认识到这样一段 他自己这一块土地上的历史 不是荷兰人 不是荷兰人 而是说台湾这一段期间 所造就的这样 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历史 然后再来的话 他其实探讨了很多的议题 跟社会议题都有关系 然后我也发现说 对整个剧组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找寻到 他们自己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一出剧很大 所以不是说我一个人 就可以完成它 它是很多人来完成的 那也需要很多的 专业的人才进来 不只在舞台上的 还有幕后的 那我是希望说 很期待有一天 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滚雪球 这个抛砖领域 就是说可以更多人来投入 就变成说 它可以变成像国外的一个产业 不管是演员 或者专业的人员在里头的话 它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 讲到稳定的工作 其实对于台湾的剧场工作者来说 是一个很期盼的 不要说要流泪了 我们剧场演员的生活 一直被大家认定 是一个你知道 当你说说 你是剧场演员的时候 旁边就会说 你好有勇气 那当然就反映到说 音乐剧对我而言 最大的一个收获好了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导演 是从国外纽约来的 那他其实是非常在于制作面 或是对于演员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以他的逻辑 去要求的 所以其实是要求还蛮多的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以国外他们把音乐剧当成是一个工业在处理 他们就是有很多的 他们认为就已经是 就是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们反过来被要求的时候 我觉得好处是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要做一个音乐剧 其实是必须要具备这个 具备那个 具备这些东西 这个对我的影响就是 原来人家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做的 眼光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是用这样的状态来做的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 或是往那个方向去 或是不 没关系 但是我们都知道 知道之后 也许我们可以再去做选择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跟我们分享重返热兰哲 谢谢 我们也很期待 谢谢 谢谢